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其實莎姐準備睡覺 不過突然醒來 我整天都心形著有些東西還差 又覺得很重要 所以一直都在想我還差什麼 終於想到了 我曾幾何時看過一個影片 不知道來源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個女生求救網友 就說她曾幾何時參加活動 即是那些活動 有收錢的 最初都可以的 後來想一下 好像越來越不妥 就算了 後悔就算了 這次就不做了 大概是這樣 因為她是師姐帶她去的 誰知道呢 就出現了一件事 那些人就拿了她手機 看看她有沒有出賣她的資料 可能見她有傳了短訊給其他人 說她現在在做什麼 就打破了她手機 那段影片說的就是這樣 然後師姐說 那些短訊給其他人 你不可以不再參與 我知道你家在哪 大概是這樣威脅她 她現在就很害怕 不知道怎樣 她又不想再參與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 但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想脫離 你又被人威脅 你又被人威脅 你可以跟警方求救 我知道 警方是可以保護到你 之前也有不少案件 就是轉做證人 你只要指定他們 他們除了會保護你之外 有些人說 你刑期輕 可能轉做證人之後 就不控告你 或者警方會跟你交易 或者是 有些可能 本身是有重罪的 可能你轉做證人之後 警方會幫你求情 所以如果你真的 受到這些威脅 你又不想再參與這些暴力行為 或者是可以求警方 我覺得 沒有問題 總好 亦都說分兩頭說 如果你這樣去求警方 就一定會有些警察 告訴你這個事實 但他又不會對你怎樣 聽說話一定會 你想想 你要知道他們很多同袍都受了傷 是因為暴徒令到他們同袍受傷 有一次有一個Youtuber分享了一個警察日記 警察日記 警察日記說 有一個警察 他自己受了傷 他都不敢上報 原因是他怕一上報 就要入醫院 就要休養 他就不可以再跟他的拍檔 或者跟他的兄弟並肩作戰 所以 你說那個日記是否真的 肯定是真的 正如我現在跟另外一個拍檔 其實我們做會計先流 我們是自己有個自己客 我們未必需要聯絡客 聯絡客就是我大哥 但其實因為我們之前 上年 上年中的時候 就走了一半人 每個部門都走了一半人 走了一半人 就是會計和核數都走了一半人 變相我大哥 我 和我另外一個拍檔 基本上吃光所有人的Drop 我們三個吃光其他四個人的Drop 你想一下我們幾辛苦 我大哥就負責review一些東西 他不會下手下腳做 下手腳就只有我和我的拍檔 我和我的拍檔 大家都 因為他有時候會做核數的 因為我只負責做會計 即是做book keep 他就會做核數那些做 我就會盡量 迫自己 做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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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的壓力很重 那時候 都沒有那麼多part time 也沒有一個full time 那時候我就不斷迫自己 做快一點 做快一點 但同時大家都知道 有deadline 稅谷那裏有deadline 是同一時間的 所以我就想自己做快一點 那他就可以沒有那麼辛苦 但同時他也叫我 你不要那麼大壓力 他可以做快一點的 我大哥同時也會有一個 有些客人真的很趕 他也知道 就算我出行Turbo 也很辛苦 他給我的deadline 都是可能是 11月10日要給他 即是要上到稅谷 或者是上到去給客簽 可能10日要給客簽 或者10日要出事 他都是給自己幾日時間 即是兩三日時間 即是我做完 他給我一個限期 我都是最終限期前兩三日 他寧願逼他自己 所以我為什麼相信 警察就算受了傷 他們都不會上報 就是這個問題 正如我不舒服 我都會連著那個灰熱貼去做 即是在辦公室連著灰熱貼 就是一路做 正如我同事 他不舒服 他都會吃藥回來做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受到威脅 你找警方 你首先 不要太面皮薄 你預早會被人說兩句說話 即是說你 即是可能會有 偶爾會有粗口 你預早 不需要面皮薄 我告訴你 你寧願一夜 被警察 說粗口也好 他也不會打你 說粗口也好 即是怎樣也好 好過你以後會永遠被人要脅 你明白嗎 長痛不如短痛 這是莎姐跟你說的 長痛不如短痛 而且他不停地逼你去做的時候 你怎知道 在暴力 即是他可能不需要你頂豬 不用吃 你怎知道會不會 扔錯呢 是不是 都 假裝這個事情 你都 有眼見的 即是 他們都可以 自己殺錯自己的良魂 可以殺錯自己人 沒問題的 那你怎樣 到時你真的被他扔中 你去醫院 到時他可能就說要要脅你 你要說是警察弄到你的 這樣 你永遠都是受他們要脅的 你永遠沒有得翻身的 即是如果你真的後悔收他們的錢 或者後悔做這件事 你就找警察 即是自己投案 等警察保護你 然後 你又沒有按底 因為如果你真的沒有做暴力行為 可能你轉了做證人之後 就不會起訴你 最多是警司警戒一下你 這樣就可以重新做人 但萬一你繼續參與他們的活動 真的在活動當中 即是在暴動當中 或者在遊行當中 或者在飛發集會當中 是被抓到你的時候 你就會被控告 你要想想 你怎樣跟你爸爸媽媽交代 即是 你是不是真的 621那個基金會保你 我告訴你 不會 你想想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621基金 有沒有說 真的拿錢去幫那些人請律師 第二 621基金這麼多錢 你自己看看 泛民一次又一次籌款 那些錢去哪 他從來沒有什麼公開的 你有沒有看過泛民真的花錢 真的花錢在那些要打官司的行為 他會花在某些有意義出名的人身上 但是你是誰 你沒有商業價值 你沒有利用價值 他會不會扔這麼多錢 你要知道你們這樣的個案 很多時候要找大莊 你不要找大莊 你找律師也死了 下下幾疲幾疲幾疲的跟你收 你媽媽頂也頂得住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問到那邊拿錢 我覺得 你要想清楚 我希望 如果 那個女生 真的那個女生 你看到我的影片 你就真的 跟沙姐的方法 如果有其他人看到我的影片 而她知道 有些人想脫離 你可以介紹沙姐的方法給她 這次說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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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